还有这个发钱打马的呀 这些怪声音 韦达庆越听越害怕 这会儿也顾不上自家走失的马了 拔起腿就开始往家跑 几乎只用了一口气就跑回了家 回家之后还惊魂未定 半天都缓不过神来 事后韦达庆想破了脑袋都没想明白 他听到的怪声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还有啊那个怪声是向极了两军交战 发出的厮杀呐喊声 可是这年头 哪还会有两军交战的情况出现呢 为了解开心头的这些疑问 转过天来一早 韦达庆就把遇到的事跟乡亲们说了 结果乡亲们的回答却让他大吃一惊 咱们呢 跟乡亲们说了一下 好多乡亲们就说 那个人呢他们也听到吧 但是是什么东西 他们都弄不清楚 但是呢 有的人好说是有鬼 但是有的人呢 说是妖怪 但是根据老的 来说呢 老的怎么讲呢 说是呢 那个地方死的人还多了 因其中的还 因分不散 那个地方呢 你们少走些 原来从很久很久以前 村里就不断有人听到过这些怪声 这些怪声不但来历古怪 出现也毫无规律 有时候一天出现好几次 有的时候隔几天出现一次 有的时候好几个月都不出现 每次出现的时长也不一样 有的时候短短几秒钟就过去了 有的时候却能够持续十来分钟 怪声出现之后 整个村子都有些人心惶惶 我都不想叫我 别人说 你怎么看